男子改装偷视镜子每天观察女孩的生活日常 甚至洗澡也偷窥 本期丽哥带来电影《芳芳》 一次意外的邂逅让亚丽和芳芳相识 那天外头正下着大雨 亚丽到芳芳祖母家暂住 两人互相打过招呼便开始聊几天来 芳芳性格外向四合不拘束 甚至敢在亚丽面前脱衣服 而亚丽则显得浑身不自在 自觉地与她保持距离感 处于青春年华的芳芳 娇艳欲低皮肤白皙情都初开 她深深着迷 可芳芳并不知道 亚丽早已有未婚妻 两人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经过深思熟虑 亚丽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准备率性而为 勇敢地追求芳芳 但不进行肉体上的亲热 保持最纯洁的恋爱关系 如此一来 爱情的新鲜感能永远维持 如果与性爱扯上关系 那这段恋情就会变质 随后亚丽与芳芳开始出门约会 两人去网维也纳 各自穿上王子和公主的戏服 携手共舞 芳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亚丽也深感满足 看遍维也纳的美妙精致之后 两人举杯共欢 可当听到亚丽将两人的关系 形容成朋友见得友谊时 芳芳顿时脸色大变 怒气冲冲地离开 回到家后 亚丽又与未婚妻 爆发激烈的争吵 两人虽同睡一张床 认识的时间比较长 可关系却逐渐疏远 从祖母的口中 芳芳意外得知 亚丽也有未婚妻的消息 此时的她十分震怒 痛斥亚丽是渣男 并表示永远都不想再见到她 可没过多久 芳芳就抵挡不住内心的爱欲 即便知道对方将与别人结婚 芳芳仍跟着亚丽出门约会 但久而久之 芳芳还是选择回归现实 当两人在共进晚餐的时候 她让亚丽做出选择 到底要跟未婚妻结婚 还是跟自己谈恋爱 亚丽一时讲不出答案 晚餐进行到一半 亚丽说想去洗手间一趟 结果一出门 就到药店买了一罐迷药 她趁芳芳不在场 在她的杯子里下药 带药金上来后 芳芳开始有了困意 逐渐进入梦乡 隔天芳芳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海滩 亚丽就坐在她的旁边陪伴 两人沐浴在阳光下 芳芳脱去上衣 让亚丽帮她涂抹防晒霜 那细腻的触感 令亚丽情欲出现 她想要亲吻芳芳 可不巧的是 亚丽的未婚妻 刚好出现在不远处 只见未婚妻一上岸 就跟芳芳打起招呼 场景表面看似平和 实际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此时未婚妻透露自己怀了孕 这句话直接触怒了芳芳 她往亚丽的脸上 扇了一巴掌后 十分生气地离开海滩 后来亚丽得知 怀孕是一场谎言时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 离开未婚妻 孤身去寻找芳芳 可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芳芳上了公车 无论亚丽如何追赶 两条腿始终跑不应四个轮子的 那亚丽并没有想要放弃 于是想到一个 猥琐又浪漫的办法 她偷偷搬到芳芳的公寓隔壁 并将墙壁改装成一面透视镜子 如此一来 亚丽能观察到芳芳的日常生活 而芳芳却丝毫察觉不到 日复一日 亚丽看着芳芳在房间堵舞 躺在浴缸里泡澡 这种隔空同聚的方式 令亚丽感到格外享受 既能见到时刻想要见的人 又不必进行肉体上的接触 有一天芳芳约亚丽出来见面 等到复约当日 亚丽深感失望 原来芳芳还带来了她的前任保罗 三人乘着火车 去往芳芳的祖母家中 一起共进餐宴 在火车上趁着保罗去拿果汁 亚丽告诉芳芳 未婚期怀孕只是谎言 两人已经分手 不会再有婚约 可芳芳听完后 却不为所动 反倒显得十分的镇静 到达目的地后 大家一块吃着午餐 用餐过程中 保罗说出将与芳芳结婚的消息 这无疑给亚丽造成巨大的打击 她强忍着情绪 等回到公寓 她就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 可在这时 通过透视镜 亚丽才知道刚刚一场表演 芳芳故意找来保罗 只是为了让亚丽吃醋 生气罢了 希望在亚丽内心再一次燃起 但是终究只抱不住火 不久芳芳知晓透视镜的事情 两人隔着镜子 互相吐露出真实的想法 亚丽之所以害怕肉体接触 只要是由于在童年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而芳芳却不想再忍受下去 她想要抚摸亚丽的肌肤 感受到心上人的气息 芳芳要求亚丽 明天十点到我房间来 否则你就别想再见到我 为不错过这一场爱恋 亚丽成功克服了过去留下的恐惧 可当她下定决心时 等待亚丽的只有一封告别信 正当亚丽伤心欲绝的时候 芳芳突然打破偷视墙 与亚丽相拥热吻 原来她并没有离去 只是刺激亚亚丽而已 每一段旷世之恋 总是源于一场萍水相逢的偶遇 眼神交互的那一刻 抵得上千言万语的诉说 有人说爱情虚假又短暂 不够真实 世俗早已磨灭掉人们的情感 用物质去填满 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生而为人 不相信有爱情的存在 该有多可悲呀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丽哥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